花蓮縣文化局前局長江躍成日前請辭 獲准縣政府仍逝處發布派令 由花蓮縣政府環境警官總顧問吳敬毅來接任 15日上午舉行交接典禮 由副縣長閻新章擔任尖交人 縣長徐真偉親自布達交接 聚集了許多議員還有在地的議文人士來歷臨 花蓮縣府15日在石雕博物館 舉行文化局新任局長布達典禮 由縣長徐真偉任命吳敬毅為文化局長 眾多議員議文人士及團體到場觀禮 縣長徐真偉表示 感謝歷屆花蓮縣文化局局長們努力 文化推廣是一件艱辛的事情 除了身居熱情之外 還要對行政事務更努力學習 歷屆的文化局長都面臨了非常非常大的挑戰 以及非常非常多的壓力 我要謝謝江躍成局長 在接任文化局長的一年多的時間來 深居熱忱 他的熱忱讓真偉非常非常的感動 無論是他在東海岸基金會 或者是在時任文化局長的時候 他的熱情感動了我們 燃燒我們 但是很多的行政事務 除了熱情一起感動 必須要很努力的學習 這也就是在政務官裡面 常常會遇到的困境 來自桃園中立客家子弟的吳敬毅 到國立東華大學攻讀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參與花蓮節下不解之源 對於社區總體營造 經理豐富 那退伍之後在台北工作 其實在台北工作的時候 相當的不適應 其實非常習慣了花蓮的生活 所以在1999年2000年前後 就辭掉台北的工作 回來部落裡頭 然後繼續的就參與社造的工作 那在這過程當中呢 其實因緣際會 比如說我參與了國際實料藝書記的第一屆 在延寮國小的廢校 也曾經在現在的那個吉安菸廠 我還擺攤負責做那個藤編的教學工作 所以對於花蓮這20年來 重大的藝文的推動的一些里程碑的工作 到今天 其實在過去的年代都陸陸續續有參與 我們新建圖書館在教育部的 合定計畫書裡頭 基地是在文化園區 並沒有指定地點 所以我們的調整不慣如何 都不會去變更教育部的合定計畫書 所以不會在行政上面做延大 所以我們預計 我們跟建設處的子余處長合作 預計我們在年底之前 統包委託出去之後 那我們就可以順利的往下走 那其實統包工程的這一件事情 裡頭除了工程之外 有真正的建築師 所以過去大家看到的所有模擬圖 其實都不是真正建築師化的 所以這個部分要跟大家做說明 我們希望在最快速的時間啟動 有關於新的圖書館裡頭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功能跟未來新的服務 這個部分我們希望透過民眾參與的部分 一起來完成 讓這個新的圖書館 是我們花蓮人大家共同期待與祝福的一件事情 針對花蓮憲立圖書館新建計畫 吳敬毅也承諾文化局將與建設處合作 計時將會有正確的建築模擬圖 並期望能以最快速度啟用 讓圖書館的營運不中斷 記者蔣方燕華蓮池報導